因为油很怕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就是怕光线 刚前面有跟大家讲的 各位要看就是光线 光线只要去照了 都会对油会形成老化 第二个干嘛怕温度 所以千万 不要把家里的油买了就说 哎那小马老师说 这个油都很那么娇贵 那我放冰箱好了 很多很多马妈都问说 啊小马老师 我们这油可不可以放冰箱这样 没有不行 但是放冰箱会很麻烦 他的脂肪酸会凝结 然后你的油倒不太出来 会很稠稠的 那既然两个月可以用完 为什么要放冰箱 他会让脂肪酸不是变坏 就是会凝结在一起 然后你就发现 你的油可以跟猪人样 玻璃旁边有一圈 那第三个 不要买太大罐的油是假设 假设我今天 这么大罐油 假设他十倍大 这么大罐油 我这个一直用 一直用 油会越来越少 对不对 一直用到这边走 上面是不是都是空气 你小罐你空气少了 大罐你空气很多 上面都是空气的时候 他不断的不断的在哑化 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说 尽量少买大罐的油 我们都知道一个食物啊 坏掉的时候不是有臭臭蜜 对不对 那我们真理也自然 哇好恶心 那个是坏掉的不能吃 可是我后来跟小罐 都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油耗味就是油臭臭蜜 油耗味 那个油耗味就是油坏掉的味道 只是跟食物不一样 食物坏掉就是哇臭臭臭的 可是油坏掉的时候有油哀哑米的哦 那有油耗味的东西真的就是 很多麻麻烦不得怎么办 拿去做手关照就好了 哦好一点的油拿去 油耗味的 拿去做手关照 其实洗起来这里是很舒服的 特别是尿不整啊 因为是尿不炎 用好的油去做 油脂高一点的话 其实洗起来很舒适 哦 那这个油耗味 怎么样去避免 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是不是大瓶的油要倒的 对不对 倒完了之后呢 拿那个摊筋纸 在油的嘴巴这边把它擦干净 好不好 多这样一个动作 你的油可以避免上面里面的油 也不过有油耗味的话 他这些油耗味的这些 没有擦干净油 他又顺着瓶口 他又下去了 然后本来是跟那个油公运丝 然后油耗味的人就不要取消 所以知道 这都是一些油要保存的方法 那我们的油是 小花老师的油是放在哪里 我是放在家里不是厨房台的 因为厨房台其实是离火 很近的 我是给它放在厨房的位置下面 就只有这个油 其他这样有什么摆上面没关系 我是摆在这个地方的